而在偷窃这天,她却意识到有人在一直盯着自己,女人举着火折子,缓缓走到指人面前,发现她的脖子上竟有条血痕,下一秒,人头落地。 女人彻底慌了,扭头却被扣上一张面具,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她拖到门外,而此时,家里的仆人们都撞入疯癫,只是眨眼癫,他们就成了一具具无头尸体。 第二天,大理寺接到报案,而负责此案的人就是她,无名无姓,外人只知道她代号独孤。 据昨夜的打经人所说,她路过洛府时曾听到过惨叫声,透过门缝一看,发现无数面具附在人脸之上,沙湾人便会化作黑烟飘走。 独孤有些不明白,面具极其轻薄,怎会有如此力量断人头颅? 就在这时,手下基督道听到屋内有动静,她立马飞身向前,却发现里面还有一人,她叫花磊,是昨晚守灵女人的妹妹,原本她是来给姐夫调研,结果今天刚到,就遇见如此惨案。 独孤觉得此人来路不明,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,她也只好按下疑心,将思绪拉回案件中。 她仔细观察了下棺材内的尸体,发现腋下有透明液体,放在鼻子前闻了闻,这好像是胶水。 女孩想跟着他们一起破案,结果却被嫉妒到直接赶了出去。 另一边,独孤又发现了新线索,死者腿上光滑细腻,连一根毛都没有。 回到大理寺,她询问了当时的武作,可得到的答案却是,死者的体毛极其旺盛。 独孤突然意识到,死者身上留有某种证据,凶手为了不被发现,就在尸体上涂满胶水,等干了以后一起撕下来,却不料将体毛一并带走。 随后独孤又查了些卷宗,得知死者名叫洛河,案发当晚,由于连年大旱,四天见见证高盛遥,起谈求雨,他手中浓烟滚滚,因有雷电轰鸣,黑烟升到空中,转眼间乌云密布,雨点随雷声降下,可很快人们就发现不对劲,这与分明是同游。 就在这时,无数面具从天而降,化作千手妖杀人夺命,见证高盛遥侥幸逃过一劫,可见负洛河却不幸遇害。 独孤不信鬼神之说,怀疑这是凶手制造的一场诡异幻术,骗过了在场上千人的眼睛。 这时他用刀挑起香灰,发现里面有奇怪的味道。